下面我们看合同法律制度的第二节 合同的定律 在这节当中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与合同定律有关的规则 首先就是合同定律的基本程序 合同定律一定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过程 然后是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我们要区分 是一般的诺程不要是合同 还是要是合同 然后是定律合同的一种特殊情形 格式条款 以及定律合同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导致的责任 缔约过时责任 好 下面我们看第一个问题 合同定律的基本程序要约和承诺 大家要注意 在最近几年考试当中 客观体特别喜欢考察这个知识点 基本上每年都有一个题 好 一个合同要定律最简单的过程 就是有要约有承诺 我们把发出要约的叫做要约人 把收到要约做出承诺的叫做受要约人 比如说我跟在座的各位讲 这支笔卖给你十块钱 你说好 我发出的是要约 你呢 收到要约做出承诺 那我们之间合同就成立了 这是定律合同最简单的过程 但是大家想 在现实当中定了一个合同 有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会 往往要经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就是先要约邀请 然后呢 再要约 然后不断的反要约 最后再承诺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说 我们有同学去逛街 到了一个小店 看中了一件衣服 问老板 这件衣服多少钱 这就是要约邀请 邀请老板给你开个价 老板说两千五 这就是要约 你说二百五行吗 这是反要约 老板讲两千 你回二百五 老板说一千五 二百五 一千二百五 五百二百五 最后老板说 哎呀 二百五就二百五吧 还是你厉害 大家看这个过程 整个讨价还价的过程 就是不断的在反要约 最后老板说 行吧 二百五就二百五吧 这才是承诺 你们之间的合同才成立 好 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买件衣服 特别有成就感 对不对 想想 如果你去买衣服的时候 问老板 这件衣服多少钱 老板说两千五 你觉得有点贵 于是呢就想 那我还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估计它不会卖 我就走了 好 于是你就说 二百五行吗 老板说 行 这个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亏了 早知道就还二十五了 是不是 于是呢你就想 哎呀 不好意思 没带钱 然后就溜了 这个时候 老板可能跟在你后面嘛 一大早遇到个二百五 应该说 幸亏他没有学过 王老师的经济法 否则的话 大家看看这个过程 你问老板 多少钱 这是要约要请 老板说两千五 这是要约 你还二百五 这是反要约 老板说 行 承诺 你们之间的合同 就已经成立了 而依法定立的合同 成立就生效啊 如果老板 把那个监控录像 调出来 去法院告你 要求旅行 行不行 没问题啊 好 这就是大家看 我们定立一份合同 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了解这个过程之后 下面 我们具体来讲 定立合同的两个阶段 首先 要约 针对要约 第一个问题 要能够区分 要约和要约邀请 所谓要约 是希望和他人 定立合同的 一丝表示 而要约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内容一定要具体明确 第二 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 要约人就要受该 一丝表示的约束 比如 我对在座的各位说 这支笔卖给你十块钱 内容非常的具体明确 标的物 价格 而且这里面 隐含了什么样的意思 只要你愿意买 我就必须 以十块钱的价格 把这支笔卖给你 所以呢 包含了 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 要约人 急受该一丝表示的约束 这样的内涵 那我所表述的 就是非常典型的要约 而什么叫要约邀请 所谓要约邀请 是邀请他人 向自己发出要约 典型的要约邀请 根据规定 像拍卖公告 招标公告 招股说明书 债券募集办法 基金招募说明书 以及寄送的商品价目表等等 都是要约邀请 好 我们以其中 比如这个拍卖公告为例 虽然说大家可能没有现场去参加过 但是呢 看电视的时候有看到过啊 一般来说 这个拍卖的过程呢 是这样的 比如某个拍卖行 有一幅名画要拍卖 于是呢 就先发出一个拍卖公告 打个广告 告诉你 某年某月某日 在某个地方 有一个什么样的名画准备拍卖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前去参加竞拍 好 到了这个拍卖会的现场 大家会看到 那个拍卖师 站在台上 对吧 先介绍啊 看这幅画 然后呢 开始起拍 比如起拍价100万 下面就开始竞拍了 有很多人举牌 对吧 比如有人举105 有人举110 然后一直到150万 再也没有人举牌了 这个时候拍卖师会怎么样 他会说 150万一次 150万二次 150万三次 好 再没有人举牌 他就会落锤 敲一下叫做拍定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过程 拍卖行发出一个拍卖公告 这是非常典型的 要约邀请 邀请各位到现场去参加竞拍 好 然后现场这些人举牌 105万 110万 一直到150万 这是在要约 而拍卖师落锤拍定 就是承诺 只不过呢 拍卖法当中啊 有明确规定 通过拍卖这种方式 定理合同 一定要签书面合同 所以大家看 这个拍卖公告 它是非常典型的 要约邀请 再比如这个寄送的商品价目表 告诉你 我这里有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在生产或者是销售 你想要要多少 你过来找我谈 所以呢 他也是邀请你 向对方去发出要约 好 这些通通都是要约邀请 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 在考试的时候 客观体要能够选得出来 这里面有个特殊的 就是商业广告 商业广告 大家要注意 一般而言 它是要约邀请 但是 如果符合要约条件的 就构成要约 比如 大家正常看电视 可能会看到很多的广告 比如这样的广告 有一款什么什么样的眼霜 能够去眼带 去皱纹 去黑眼圈 等等等等 如果你有一购买 要打电话询假 那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要约邀请 邀请你前去开个假 跟他谈 所以大部分的广告 都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 有一些广告就不一样了 典型的 比如说那个电视购物 我有一个朋友 经常出差啊 出差没事干 事情办完之后 他干啥呢 他就在宾馆 搞那个电视购物 所以他家好多东西 都是这样买来的 比如那个电视购物 有同学可能看到过 对吧 经常有这样的啊 比如 有一个营业员 手上拿了一片金叶子 看 999纯金的金叶子 原价9999 现价99块钱 半小时之内 打进电话 还满意赠意 哎呀 我觉得我特别像那个啊 搞电视购物的 好 假如说 我们有同学 在半小时之内 打进了电话 对方讲 哎呦 不好意思 卖完了 行吗 不行 我们就可以追究 他的违约责任 为啥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电视购物的 这个广告 那999纯金的金叶子 这个标的物很清楚 质量999纯金的 价格也很清楚 原价9999 现价99块钱 而且半小时之内 打进电话 还满意赠意 也就是说 99块钱 可以买两片 所以他的内容 非常的具体明确 而这里面呢 他也隐含了 半个小时之内 只要你打进电话 他肯定就有金叶子 卖给你 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广告 他就是非常典型的要约 而我们打电话去买 是在干啥 是在承诺 有要约 有承诺 合同就成立了 而依法定立的合同 成立就生效 所以如果他讲 不好意思 金叶子卖完了 那么我们就有权利 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 好 对于要约和要约邀请 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是出一个小的案例 让你判断 到底是要约 还是要约邀请 其实这个判断的标准 很简单 我们就看这个提干 对方当时 如果只需要说一个字 行 或者按照提干 所要求的行为去做 合同能够成立 而且能够履行 那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要约 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 那就是要约邀请 比如说我们看 像这样一个例子 假公司通过电视 发布广告 称其有某型号的汽车 每辆价格15万 数量不限 广告有效期10天 问这是要约 还是要约邀请 根据我们刚才所讲 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他这个说法 10天之内 只要我们带钱去买 他就应该有车卖给你 对不对 所以按照提干所要求的行为去做 好 如果我带钱到假公司去买车 10天之内 他应不应该有车卖给我 当然应该有 因为他说数量不限吗 说明很多很多 因此大家判断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什么 要约 好 如果说我们再从要约的构成要件来看 首先内容非常的具体明确 标定某型号的汽车 价格每量15万 数量不限 你要多少 我有多少 对吧 所以他满足了内容具体明确 而且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 要约人就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 所以答案 这是一个典型的要约 那么考核的是关于要约的规定 主要就是商业广告 如果说它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 应该视为要约 好 下面我们看 要约的第二个问题 要约的效力 在这里面我们要讲四个方面 包括要约的生效 要约的撤回 撤销跟失效 好 我们首先看要约的生效 所谓要约生效 指的就是 要约什么时候发生效力 而要约什么时候发生效力 我们就要区分 要约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做出的 好 我们在第二章讲到意思表示的生效 其实就讲了 就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我们要区分对话的方式还是非对话的方式 因为要约嘛 签订合同 它要向相对人做出这样的意思表示 对不对 因此要约呢 也是一样的 如果采取对话的方式 应该对方知道其内容时生效 如果说采取的是非对话的方式 那就是到达对方的时候生效 比如我直接跟在座的各位说 这支笔卖给你十块钱 要不要 好 这个要约采取的是对话的方式 什么时候生效 就是你知道其内容的时候生效 如果是非对话的方式 比如说我写封信给你 这支笔卖给你十块钱 那么这个要约什么时候生效呢 到达对方的时候生效 好 再看 要约效率第二个问题 要约的撤回 所谓要约的撤回 必须是在要约生效之前就被撤回 所以呢 就要求撤回要约的通知 应当先与要约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我在3月1号的时候给你写了封信 内容是 我的手表卖给你1000块 好 正常情况下 这封信应该在3月3号送到你的手上 也就是到达你手上 我们说了非对话的方式 到达对方当神 生效 对不对 结果第二天呢 我就反悔了 于是我在第二天3月2号 给你打了个电话 说不好意思 手表我不卖了 昨天我发的那封信呢 作废 这就是撤回要约的意思表示 好 他先于要约到达了受要约 或者3月2号的时候 我给你发了一封电报 内容呢 也是 这个手表不好意思 不卖了 好 这封电报 跟原来3月1号写的这封信 一起在3月3号的时候 送到你的手上 这也是要约的撤回 此时要约并没有生效 好 下马上看 要约效力的第三个问题 要约的撤销 所谓要约撤销指的是 要约在生效之后 受要约人做出承诺之前 就被要约人撤销了 好 据条言 这个要约的撤销 我们也要区分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撤销的 第一 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 是以对话方式做出的 那该意思表示的内容 应当在受要约人 做出承诺之前 为受要约人所知道 比如 我跟大家讲 这支笔卖给你10块钱 是以对话的方式 好 对话的方式 现在你知道我表示的内容 这个要约就已经生效了 对吧 你正在考虑买还是不买 我又跟你说 哎呦不好意思 这支笔我不卖了 好 这就是以对话的方式 在撤销要约 那这个撤销的意思表示 应该在受要约人 做出承诺之前 为受要约人所知道 如果说 第二种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 是以非对话的方式做出的 应当在受要约人 做出承诺之前 到达受要约人 比如 我给你写了封信 就是这支笔卖给你10块钱 我们假定 3月1号 这封信发出 3月3号到你的手上 好 非对话的方式 所做出的要约 到达生效 3月3号到你手上了 你正在考虑买还是不买 在3月4号的时候 我又给你写了封信 说不好意思 同学 那支笔呢 我不卖了 好 到你手上 这就是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 是以非对话的方式做出的 那么就必须在受要约人 做出承诺之前 到达受要约人 所以大家看 无论是要约 还是撤销要约 我们都要区分 对话的方式 还是非对话的方式 如果对话的方式 那么应该是让对方知道其内容 而非对话的方式呢 就是倒打对方 好 需要大家注意 并不是所有的要约都可以撤销 有些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什么样的要约不可撤销 两种要约不可撤销 第一 要约人 以确定承诺期限或其他形式 明确表示该要约不可撤销 比如说 我给你写一封信 我的手表卖给你一千块 后面有一句这样的话 一周之内答复有效 这就是明确规定了你承诺的期限 这意味着 我给了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选择买或者不买 那在这个时间之内 我是不可以撤销要约的 不能够做出相反的意思表示 好 大家要注意 这种情形 就是明确规定承诺的期限 在考试当中 可以说是首选的考法 再看 还有什么样的要约不可撤销 第二种 受要约人 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而且已经为履行合同 做了合理的准备 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 在座有个同学 几年之后结婚了 老婆怀孕了 大家知道 这个孕妇啊 有的时候有点特殊的要求 也是正常的 对吧 好 想一想 北京 冬天 一月份 晚上十二点 这个同学的老婆就讲了 我觉得我们家宝宝 想吃点车梨子 哎呀 大冬天的 晚上十二点 这么冷 怎么办 那得满足啊 于是呢 我们这个同学 就正好想到 哎哟 有一个兄弟 倒卖进口水果的 好于是给兄弟打电话 兄弟 你知道 你嫂子情况比较特殊啊 能不能给我包二斤车梨子 送过来 双倍的价格 付给你 兄弟就是兄弟 两立插刀啊 对吧 于是大半夜的 冒着岭内的寒风 骑着二八圈 给你送货 结果送到半路上 你老婆又讲了 哎呀 我感觉我们家宝宝 这会儿不想吃车梨子了 她想吃水蜜桃 这个时候怎么办 哎 硬着头皮 给兄弟打电话 兄弟 你知道的 你嫂子 情况比较特殊 对不对 能不能回去给我换 二斤水蜜桃 送过来 给你三倍的价格 兄弟一听 咬牙切齿的 行吧 回去换 好 又走到半路上 你老婆又讲了 此处省略恩多子啊 这个时候 你再给兄弟打电话 你兄弟就跟你讲 不好意思 你老婆不是我老婆 对不对 水蜜桃现在 已经在路上了 我送到你 必须付我三倍的价格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从你兄弟的角度 当然有理由相信 这个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对不对 而且他已经为旅行合同 做了准备 都在半路上了 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不可撤销要约 水蜜桃给你送过来 三倍的价格 你就得付 那么在考试当中 如果说这种情形 考到的话 比较典型的例子 是这样的 比如某地 这个西瓜比较畅销 于是呢 水果店的老板 就给刮农 打电话 或者是发传针等等啊 要求立即组织 一千斤西瓜送过来 获到付款 好 结果 人家把西瓜呢 组织好了 装好了 甚至运到半路上 这个时候水果店的老板 能不能说 不好意思 我不要了 这个要约撤销 这就不行 这就是受要约人 有理由认为 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而且已经为旅行合同 做了合理的准备 好 这是要约的撤销 下面我们看 要约的失效 要约在什么情况下 失效 导致要约失效 四种情形 第一 承诺期限届满 受要约人 没有做出承诺 第二 要约被撤销 第三 要约被拒绝 以及 第四 要约的内容 被实质性变更 好 我们看 第一 承诺的期限届满 受要约人 没有做出承诺 比如我给大家写信 这支笔 卖给你 十块钱 一周之内 付到有效 结果一周过去了 你并没有给我任何答复 那说明我原来的要约 也就失效了 再有 要约被撤销 比如说 我跟你讲 这支笔 卖给你十块钱 马上又说 不好意思 我不卖了 那这个要约被撤销了 当然也就失效了 然后要约被拒绝 我跟你说 这支笔 卖给你 十块钱 你回头看我一眼 十块钱 送给我 我都不要 这就是要约被拒绝 我原来发出的要约 当然也就失效了 再有 要约的内容 被实质性变更 比如说 我跟大家讲 这支笔 卖给你 十块钱 同学回我一句 老师 十块太贵了 两块行吗 这就是把我原来要约的内容 做了实质性变更 那我原来的要约 也就失效了 这是要约失效的四种情形 好 大家需要注意 这里面没有要约的撤回 为什么 因为要约的失效 必须是先生效 然后呢 再失去效率 而要约的撤回 大家应该有印象 是要约在生效之前 就被撤回了 对不对 所以在选择题当中 要能够选择出来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这个例题 单选题 假公司 于6月10日 向乙公司 发出要约 订购一批红幕 要求乙公司 于6月15日前 答复 6月12日 假公司 预改向丙公司 订购红幕 所以向乙公司 发出撤销 要约的信件 于6月14日 到达乙公司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公司 所发出的要约 可不可撤销 6月10号 他发出要约 订购红幕 关键 有这么一个要求 要求乙公司 于6月15日前 答复 说明 在要约当中 明确规定了 承诺的期限 我们说了 如果要约 明确规定了 承诺的期限 那这个要约 是不可撤销的 所以他后来 发出撤销 要约的信件 这句话 有用吗 一点用都没有 等于不存在 因为该要约 不可撤销 而6月13号 假公司 收到乙公司的回复 乙公司表示 红幕缺货 问假公司 能否用山幕代替 说明 乙公司的回复 对原来假公司的要约 做了实质性变更 而既然做了实质性变更 那原来假公司的要约 也就失效了 问假公司的要约 于何时失效 那就是 乙公司的回复 到达了假公司 说红幕缺货 能不能用山幕代替 对原来的要约 做了实质性变更 那天6月13号 因此这个题正确答案 应当选 必选项 6月13号 假公司的要约失效 其他都是错误的 这里面主要就是 有一个陷阱 在要约当中 明确规定了承诺期限的 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好再看 二年这样一个单选题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关于要约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这种考法是最近几年 考察合同定例 要约和承诺 最为典型的考法 就是综合性的考察 考察要约 或者是承诺的相关规则 好我们来看一下 A选项 要约只能向特定人发出 不得向非特定人发出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它可以向特定的对象 比如说 我这支笔 跟在座某个同学讲 这支笔卖给你 10块钱 没问题 我也可以 比如说电视购物 对吧 我在上面打一广告 这支笔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多少钱 那么这就是向不特定的对象 所以A选项呢 是错误的 B 要约与撤回要约的通知 同时到达受要约人的 不影响要约生效 这是错误的 这是要约的撤回 如果要撤回要约 撤回要约的通知 应当先与要约 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而要约一旦撤回 根本就没有生效 好 再看 C 要约不得撤销 这是错误的 一般的要约是可以撤销的 只有两种要约不可撤销 第一种就是明确规定了承诺的期限 或者以其他方式明确表示 本要约不可撤销 再有第二种呢 就是受要约人 有理由相信该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而且已经为履行合同做了合理准备 好 再看 D 要约因遭到拒绝而失效 这是正确的 如果要约被拒绝 那原来的要约也就失效了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应当选定 好 下面我们看 定理合同的另一个阶段 就是承诺 因为有要约有承诺 一个合同才能够成立 而所谓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简单的讲 这个受要约人其实他只需要说一个字 行或者是好 这就是承诺了 比如 我跟大家讲 这支笔卖给你十块钱 行不行 你说 行 这就是承诺 那我们之间有要约有承诺 合同就成立了 好 针对承诺第一个问题 关于承诺的变更 承诺如果对要约做出变更 其后果如何 关键看 这个变更到什么程度 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叫做实质性变更 如果是实质性变更的话 那么原来的要约就失效了 这个承诺 它也不是承诺 而是一个新要约 合同成不成立 关键看 要约人是否接受 好 第二种呢 是非实质性变更 如果是非实质性变更的话 原来的要约仍然是有效的 这个承诺也是有效的 正常情况下 合同是成立的 所以我们就具体来看 什么叫做实质性变更 什么叫做非实质性变更 所谓实质性变更 指的是对合同主要条款的变更 好 讲到这儿 就会有同学问了 说那老师 合同的主要条款都有哪些呢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这个合同的主要条款 其实一共有八条 哪些呢 主体 标的 数量 质量 价款 履行期限地点方式 违约责任 最后 争议 解决的方法 好 这八条怎么记 其实啊 很简单 我们以女同学逛街为例 我们把它记住啊 在座的女同学 考虑一下 你逛街之前 会不会先想一想 我们到哪逛 一般来说 都会先想一想 是吧 比如说我们是去逛巴黎春天呢 还是逛老佛爷呢 是吧 好 我们在想这个问题 是在干嘛 其实就是在选择合同的 对方当时 主体 对吧 然后逛之前 要不要想想买什么 有同学讲 说不买什么 随便逛逛 我觉得最可怕的 就是这种没有目的的逛街 我们最好有点目标 为啥呢 因为我有一同学 我记得某一天 我早上八点半 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干嘛呢 他说我正准备 出门 我说出门干啥 逛街啊 我说你买啥 一定要买啥吗 结果到了晚上十点半 我再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回来了吗 正在回家的路上 我说你买了啥 一定要买啥吗 好可怕是不是 所以大家看 出门之前 先想想买什么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节约时间了 当然有同学讲 我们的乐趣 就在于逛 而不在于买 当然在生活当中 你怎么选 没问题 考试当中 我们先选一个 比如说我们要买鞋子 对吧 买鞋子 这是什么 标的 好 然后买几双 有同学到了商场 逛完 跟音乐员讲 你们家鞋都挺漂亮的 左脚都给我包起来 音乐员说 那右脚呢 这个同学讲 右脚 我到旁边了 行吗 不行 不符合交易习惯 对不对 比如说买多少 我们买一双 还是买两双 这是数量 然后有同学啊 他对这个鞋的质地 是有偏好的 有人喜欢牛皮的 有人喜欢羊皮的 有人喜欢青蛙皮的 是不是 这是啥 这是质量 大家最关心什么问题 多少钱 对不对 这就是价款 或者是报酬 不能说 看中一双鞋 哎呦 160挺便宜的 结果第二天发现 卡里面少了1600 少看10了 是吧 好 再看 旅行期限地点方式 比如有个女同学 到某商场 看中一双鞋 问音乐员 请问这款鞋 女士45码 有吗 女员一听 虽然有点惊讶 但是什么场面没见过 对不对 顾客就是上帝 于是说 现在虽然没有 但是呢 我们可以给你 定做 一个月之内 送货上门 好 大家看 一个月就是旅行期限 送货上门 就是旅行地点方式 好 然后 大家买鞋 不晓得 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我反正喜欢这么干 就是买完之后 穿新的 旧的 让音乐员包起来 结果 刚走出商场 两个鞋跟 全掉了 怎么办 拿回去 要求退 或者是换 对吧 而要求退 或者换 这是要求商场 承担 违约 责任 如果商场 不退 不换 怎么办 有同学讲 揍他 那不行 学完王老师的经济法 我们可以告他 是不是 那告他 就是争议 解决的方法 好 我们把这个事项 从头捋一遍 以女同学 以女同学买鞋为例 到哪买 这是主体 买什么 买鞋 这是标的 买多少 这是数量 对质地 是有偏好的质量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价款或报酬 然后 女士45码 没有 一个月送货上门 旅行期限地点方式 如果鞋跟掉了 要求退换 违约责任 他不退不换 我们告他争议解决的方法 所以 但凡是 对这些主要条款的变更 叫做实质性变更 而如果说 承诺对要约 做了实质性变更 那就不是承诺了 而是一个新要约 合同成不成立 关键看 要约人是否接受 好 非实质性变更 就是 除了主要条款之外 其他的变更 叫做非实质性变更 如果说是 非实质性变更的话 他的后果如何 除要约人 即时表示反对 或者 要约表明 承诺不得 对要约的内容 做出任何变更的以外 该承诺是有效的 关键 合同的内容 应该以承诺的内容 为准 比如说 我给大家写信 其他内容 我们不管了 里面有这么一条 我们之间合同的签订地 为北京 你们给我回对封信 说老师 其他所有条款 我们都同意 但我们合同的签订地 在上海 大家看 这个签订地 就不是合同的主要条款 对不对 所以你们给我的答复 就是对要约做出了 非实质性变更 好 我们之间的合同 是成立的 而合同的内容 应该以你们承诺的内容为准 也就是说 我们的合同签订地 应当认定为上海 好 这是承诺 第一个问题 承诺的变更 下面我们看 承诺第二个问题 承诺的期限 承诺应当在 要约确定的期限内 到达要约人 这是对承诺期限的要求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要约当中 明确规定了承诺的期限 没问题 肯定要在规定的期限内 到达要约人 是不是 好 这里面就涉及到 关于承诺期限的起算 比如说 我给大家写一封信 这支笔卖给你10块钱 信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 一周之内复到有效 这就是要约规定了承诺的期限 好 有一个什么问题 这一周的时间 到底从哪天开始起算 是不是 据条件 第一 要约以信件或者是电报做出的 承诺期限 自信件载名的日期 或电报交发之日期 开始计算 比如说 我给你写信 这支笔卖给你 10块钱 从3月1号起 一周之内 复到有效 好 这就是明确的写了 信件载名 起算的这个时间 3月1号开始 一周 如果说是发电报的方式 那就是电报交发之日 因为电报 一般来说是比较快的 正常情况下 当天或者是次日到达 是比较常见的 好 假如说信件当中 没有载名日期的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在选择题当中 要能够选择出来 自投计 该信件的 由戳日 开始计算 因为现在啊 很多同学都不写信了 是不是 所以对这个 纸质的信件 该由戳这个事 不太了解 大家看一个信封 它有正反两面 比如我给大家写信 这支笔 卖给你 十块钱 一周之内付到有效 但并没有说 从哪天开始起算 怎么办 这封信 一般说来 这个位置是贴邮票的 好 在这呢 就会盖一个邮戳 那这个邮戳呢 当然就是 季初的邮局盖的 我所在的地方 比如说 2023年的3月1号 好 盖了一个戳 然后大家收到这封信 你所在地方的邮局 在背面 还会盖一个邮戳 那么这就是 你这个邮局收到 比如说3月3号 所以我们从哪天开始起算 一周的时间呢 是投计该信件的邮戳日 就是正面盖的那个 3月1号开始起算 这是以信件或电报的方式 做出的 第二 如果要约 是以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等 快速通讯的方式 做出的 承诺期限 自要约 到达受要约人时 开始计算 因为大家看 电话的方式 传真的方式 电子邮件的方式 基本上 当即就能够到达受要约人 对不对 比如我跟在座的各位讲 这支笔 卖给你10块钱 一周之内 给我答复 好 你马上就听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计算 一周的时间 传真的方式 电子邮件的方式 道理 是一样的 都是采取 即时通讯的方式 做出的 好 这是要约当中 明确规定了承诺的期限 从什么时候 开始起算的问题 但如果说 要约没有规定承诺期限呢 大家思考一下 能不能这样 比如 我给在座的各位写了封信 这支笔 卖给你10块钱 你考虑一下 三年之后 你给我答复 说老师 你那支笔我要买 我说这支笔的尸体 我都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大家看 如果要约没有规定承诺期限 那这个承诺 应当 在什么期限内到达 比较合适呢 根据明发点的规定 第一 要约以对话方式做出的 应当 即时 做出承诺 也就是 当即就要答复 我直接跟你说 这支笔 卖给你 10块钱 要不要 你马上就要给我答复 一旦离开这个现场 不好意思 那我就可以卖给别人了 是不是 这是以对话的方式 做出的 第二 要约以非对话方式 做出的 承诺 应当在 合理期限内 到达 好 于是 就同学问我 说老师 那这个合理期限 到底多长 是合理的 这个 就要看具体的情况 比如说 如果 我给你写信 卖大米给你 那你在 比如一周啊 两周啊 三周啊 给我答复 似乎都是合理的 是不是 那如果说 我写信给你 卖草莓 你如果一天 两天 三天 还不给我答复 那说不定 就不太合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你放心 他不会给你一个 具体的时间 让你判断 是不是合理 只会 让你直接写 或者是 让你判断 就是 要约以非对话方式 做出的 承诺 在合理期限内 到达 就可以了 那我们知道 这句话 是正确的 就行了 好 下面我们看 承诺的第三个问题 承诺的迟延 与迟到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这两个概念 之间的区别 在考试的时候 经常会涉及 好 首先看 承诺的迟延 我们把承诺的迟延 可以形象的称为 迟发 迟到 什么意思 指的是 受要约人 超过承诺的期限 发出承诺 或者 虽然在承诺的期限内 发出承诺 但是按照通常情形 不能够及时到达 要约人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不叫做承诺 而是一个新要约 合同能不能成立 关键看 要约人的态度 他是否及时的表示接受 比如说 我给大家写信 这支笔 卖给你10块钱 要求你在3月10号之前 付到 有效 结果 你在3月11号 才给我写信 说老师 我愿意购买 好 我们看 原来我的这个要约 期限届满 就已经失效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 给我的答复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承诺的持业 它不是一个承诺 而是一个新要约 我们之间合同 能不能成立 关键看我 愿不愿意接受 或者 比如你在3月9号的时候 才发出承诺 说老师 我愿意购买 而正常情况下 你的信 到我手上 至少要在路上 走三天 也就是3月12号 才能到我这 你发出这封信的时候 很清楚的知道 通常情况下 到我这 肯定会超过3月10号 那道理 是一样的 这也不叫做承诺 仍然是一个新要约 我们之间合同 成不成立 关键看 要约人 我愿不愿意接受 好 大家看 第二种 是承诺的迟到 所谓承诺迟到 我们可以把它形象的称作 为迟发而迟到 指的是 受要约人 是在承诺期限内 发出承诺的 通常情况下 能够及时到达 要约人 但是 因为其他原因 导致这个承诺迟到了 所以原则上 该承诺 仍然是有效的 除非要约人 及时表示不接受 好 它指的是一种 什么情况 比如说 我给大家写信 这支笔 卖给你 10块钱 要求3月10号之前 付到 有效 你在3月1号 就以快递的方式 给我答复 说老师 我愿意购买 结果 这封信 到了快递公司的手上 由于快递公司 很长时间 没有给员工发奖金了 于是他们集体罢工了 什么时候才复工的 3月9号才复工 好 结果就导致 这封信 到我手上 已经是3月11号了 这就是典型的 承诺的迟到 未迟发 但是呢 因为其他原因 也就是 并非由于受要约人的原因 而导致了迟到 所以原则上 你给我的这个答复 承诺仍然是有效的 除非要约人 及时表示不接受 这种情况 大家还要注意 如果说是考察小案例的话 我们就看什么 就看那个要约人 有没有做出什么样的表示 如果他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该承诺是有效的 当审之间的合同 是成立的 好 这是承诺的迟延与迟到 要注意区分 好 下边我们看 承诺的第四个问题 承诺的撤回 这个承诺的撤回 跟我们前面讲到 要约的撤回 是一样的 必须在生效之前 被撤回 所以 撤回承诺的通知 必须在承诺 到达要约人之前 或者是 与承诺 同时到达要约人 好 具体 我们就不展开解析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承诺 只能够撤回 不可以撤销 为什么 因为承诺 一旦生效 合同就成立了 而依法定立的合同 成立就生效 所以如果说 承诺撤销的话 可能就构成违约了 好 跟着我们所讲 我们看 20年 这样一个单选题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来关于承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A 承诺人可以撤回承诺 但撤回承诺的通知 不得晚于承诺通知 到达要约人 这是正确的 我们刚才讲 承诺可以撤回 而撤回 它一定是在生效之前被撤回 所以无非两种方式 第一就是撤回承诺的通知 先于承诺到达要约人 第二种就是撤回承诺的通知 与承诺同时到达要约人 但是肯定不能够晚于承诺到达要约人 好 B选项 要约以兑换方式做出的 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 这是错误的 如果要约是对话的方式做出的 那就必须计时的做出承诺 C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 发出承诺的 除要约人表示反对以外 该承诺有效 这是错误的 这是非常典型的承诺的迟延 发出的时候就已经超期了 因此它应该是一个新要约 好 再看 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否则视为新要约 这是错误的 承诺对要约如果做了变更 要区分实质性变更 还是非实质性变更 如果说是实质性变更 那就是一个新要约 如果是非实质性变更的话 那承诺照样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只能够选A 好 再看21年这样一个单选题 关于承诺的表述 正确的是 A 迟到承诺为新要约 这是错误的 要区分承诺的迟延还是迟到 如果说是迟延的话 它是一个新要约 而如果是迟到 原则上该承诺仍然是有效的 除非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 B 受要约人超过期限发出的承诺 为迟到承诺 已经超出期限才发出 那叫做承诺的迟延 而不是迟到 C 承诺一经做出不得返回 这是错误的 承诺是可以撤回的 只是不能撤销 好 再看 D 承诺自通知到达要约时生效 这是正确的 承诺一旦到达要约人 承诺就生效了 而有要约有承诺 合同也就成立了 所以这个题 正确答案只能够选定 好 再看 16年 叫一个单选题 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来情形中构成有效承诺的是 A 受要约人 向要约人发出承诺喊后 随即又发出一封罕件 表示收回承诺 两封罕件同时到达要约人 好 大家看这种情形叫做承诺的撤回 而承诺一旦被撤回 有没有生效 没有生效 也就不可能构成有效承诺 D 受要约人 向要约人回函表示 若价格下调5% 我司给予贵司定立合同 好 这是对要约的内容做了什么 实质性变更 因为这是对价款的变更 所以 他不是一个承诺而是一个新要约 好再看 C 受要约人发出表示承诺的含件时 已超过了要约人规定的承诺期限 要约人收到之后为做任何表示 这是非常典型的承诺的迟延 既然是迟延 它构成新要约 所以原则上这个合同是不成立的 除非要约人及时表示接受 因为要约人收到之后为做任何表示 因此他们之间的合同也是不成立的 对 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 正常情况下 可如期到达要约人 但因连日暴雨导致道路冲毁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 已超过承诺期限 要约人收到承诺通知后 为做任何表示 这是非常典型的承诺的迟道 原则上该承诺仍然是有效的 除非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 既然要约人没有做任何表示 说明他没有反对 因此这个承诺是有效的合同是成立的 所以这个题唯一正确的就是第一选项 好 下面我们看 合同定理的第二个问题 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在这个知识点当中 大家能够判断 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到底是什么 好 具体我们要区分是什么样的合同 首先 诺程不要是合同 这个诺程合同 它是跟实践合同相对的概念 所谓诺程合同 只需要当时一丝表示一致 合同就可以成立 无需交付标的物 典型的像买卖合同 我把这支笔卖给你10块钱 你说行 好 我们之间只要一丝表示一致 合同就成立了 不需要交付标的物 而所谓不要是合同 就是法律法规并没有要求说 一定要采取特定的形式 当时也没有约定要采取特定的形式 这意味着这样的合同 口头的书面的数据电文的等等都可以 好 针对诺程不要是合同 什么时候承诺生效 什么时候合同就成立 因此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当然就是承诺生效的时间和地点 比如我给大家写信 假如我在北京 你在上海 好 3月1号发出这封信 内容是 我的手表卖给你1000块 要不要 这封信在3月3号到你手上 我发出的是要约 3月4号你给我答复 说老师愿意购买 好 你的答复当然就是承诺 在3月7号的时候送到我手上 于是你的承诺这一天就生效了 我们之间的合同也就成立了 我们之间这份合同成立的时间 3月7号成立的地点当然就是北京 再看第二种是书面合同 法律法规规定 有一些合同应当要采取书面合同 当然当时也可能约定要采取书面合同 针对书面合同什么时候成立呢 我们关键看 是双方同时签字还是一时签字 如果是同时签字的 比如说大家看电视看过这样的镜头 两个公司签合同 好 坐一块 拿着几份合同文本 一方先签 签完之后我们交换再签 好 这就是同时签字 那就自当时均签名盖章 或者按指印完成的时候合同成立 当场双方都签完了 合同就成立了 如果说是一时签字的 那就是在后一方签字盖章 或者按指印的时间和地点 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比如我跟大家签合同 假如我是3月1号 在北京先签的 然后再寄给你 你是3月5号在上海签字 或者是盖章 或者是按指印等完成 好 在后一方完成的时间和地点 是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 也就是这份合同 在3月5号在上海就成立了 好 这里面大家看 这个按指印跟签字盖章 是有同等效力的 原因很简单 首先大家知道 这个指纹它是有识别作用的 是独一无二的 再有呢就是 有人要么可能他不会写字 要么他可能就是按个指印 我就懒得写了 对吧 都没有问题 那我就想起 以前我有一个师姐 她妈妈很厉害 她妈妈其实啊 最早的时候是文盲 她妈妈十字都是我这个师姐 上学以后教她的 但是不影响她妈妈做生意啊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她妈妈就已经开始倒卖家电了 所以他们家小有资产 那有一次我这个师姐 跟我讲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说 有一天 她跟她妈妈上街 坐公交车 然后看到外面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事 说外面有个行字 她妈妈就跟她讲 哎呦 说都这个年代了 怎么还有这样的标语 我这个师姐就问 说什么标语啊 她妈妈讲 中国人民很行 我这个师姐一看 说妈 那是中国人民银行 大家大家看 所以她妈妈最早的时候做生意 怎么办 按手印啊 不影响人家做生意 是吧 所以按指印 跟签字盖帐 有同等效率 好 下面我们看 第三个方面 是钥匙合同的旅行制域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钥匙合同 这个所谓钥匙合同 是法律法规规定 应当要签书面合同的 比如说 在后面分则当中 大家会学到 典型的像金融机构借款啊 建设工程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再有呢 所有的担保合同 都是要签书面合同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钥匙合同 是否意味着 当时如果没有签书面合同 这个合同就不成立了 当然不是 所以为了弥补 在形式上的欠缺 法律就规定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或者当审约定 应当签书面合同 但是当审没有签书面合同 一方已经履行其主要义务 而对方接受的照样是为合同成立 所以为什么讲叫做钥匙合同的旅行制御呢 就是通过当审的旅行 弥补了在形式上的欠缺 这个合同照样可以成立 先举个例子 就是法律法规规定要签书面合同的 比如说金融机构借款合同 我们这个公司向某银行借款 已经谈妥了合同的主要条款 借款100万 年利率10% 但是没有来的几千书面合同 好 后来银行放款到我们公司账上 我们取出来用了 大家看 这就是典型的 一方已经履行其主要义务 而对方接受 我们之间这个合同成不成立 照样是成立的 好 再有比如说当审约定要签书面合同的 我和在座的各位签一份买卖合同 我们假定啊 先谈好了 我卖给大家一头牛 你给我一万块钱 我们约好要签书面合同 结果呢 因为我们都很忙 没有来得及签书面合同 我把这头牛交给你 你也收下来了 这就是一方已经履行其主要义务 而对方接受 那我们之间的这份买卖合同 照样是成立的 所以叫钥匙合同的履行之遇 好 下面我们看 第四种情形 是采取数据电文的形式 定义合同 现在网络如此的发达 采取数据电文的方式是很常见的 对不对 都是五指化办公了 但是有很多公司啊 他都有很多的这个分公司 或者开了很多个分店 那我们签份合同 到底应该以哪里作为合同 成立的地点呢 所以法律就规定 采取数据电文的形式 定义合同 如果没有特别约定 收件人的主营业地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一般来讲呢 就是他从事经营活动的主要地点 比如说某公司 他一个总部营业部的大楼 这是他主营业地 如果没有主营业地的其住所地 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对这个住所地 一般呢 他是这样认定 就是首先是他的这个主要的办事机构 比如说这个董事会 一般在哪办公 如果他们跑来跑去的办公 那我们就看哪里 就是他的注册登记地 所以在考试当中呢 我们记住 采用数据电文的形式 定义合同 只要没有特别约定 那就是收件人的主营业地 没有主营业地 那就是收件人的住所地 好 如果当事人采用信件 数据电文等形式定义合同 要求签订确认书的 签订确认书的时候 合同成立 也就是如果大家看到 有要求签订确认书 我们就看这个确认书什么时候签订的 在哪里签订的 好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再一个例题 单选题 假如准备签订一个买卖合同 双方6月1日约定 于6月15日在北京饭店签订 合同书时合同成立 这就是当事人约定要签书面合同 但是假由于想腾出自己的仓库 在6月10日把货物运至乙处 乙收下之后 假和乙按照原定时间在北京饭店见面 假当天在合同上签字改章 乙将合同带回之后 第二天在合同上摁手印 问该合同成立的时间 那这里面呢 就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这本来是约好要签书面合同的 但是当时没有签 关键是一方已经履行其主要义务 而对方接受 说明此时这个合同就已经成立了 这是钥匙合同的履行之语 所以6月10号这个合同就已经成立了 而不是等到后面签完合同书 好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 问合同成立的时间应该是B选项 其他是错误的 第一 decide 配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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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